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将来我们在优化分支构性的时候 立场数还很重要 所以比方我们有例子 立化性 刚才立化性我们讨论转动 现在立化性我们讨论振动的话 那么发现什么呢 发现它的0到1是什么 在29985米 0到2就是58680 那么不是一倍 这倍差一点 因为这个差点我们可以来求出什么 就是这样 0等于什么 这个Omega减这个 那么把这个 一带进去就是它 二带进去就是什么 就是它 把这两个一带进去就是它 那么就是两个方程 两方程就是什么 有一个Omega一个Ki 就是两个数 两方程就两数 我马上求出来都是什么 Omega等于什么 Omega等于2988.9 所以你看 它0到1并不是有简单的Omega 是Omega减去是什么KiOmega 那么Ki肯定是很小的 这要0.01 就1%左右的 这个一个数字 就0.072 那么也就是说 它对它的矫正 是什么 是一个比较什么 比较小的矫正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上约之分子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多的来考虑什么 考虑非邪性的 实际上将来 等到做多元之分子的时候 就不大会考虑到非邪性的 因为多元之分子 有很多振动频率 那你每一个主要矫正 每一个矫正就比较麻烦 很麻烦 当然 当然就是说 你也可以 有时候适当地给它去矫正 比如说 对那个非邪性矫正 就是你 这是我们比如说 这是实验词量的 那么实际上理论上 应该可能就是跟实验词量的 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乘什么 乘 计算出来 跟这个乘一个什么 乘一个参数 但相对来说 非邪性矫正 还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我们 从中这个我们可以来求什么 求它的内长数 所以我们内长数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有的内长数 我就知道什么 知道它这个键的强度 是双肩啊 单肩啊 这些都可以通过内长数 来扫 像这样的 五百多的话 单英米 负义的话 它一般就是 所谓单间性质了 那同样 就是说对于 双育之分之来说 对正中来说 我们也有同位素效应的 也有同位素效应的 那么它的同位素效应 主要表现在什么样呢 主要表现在 就是说 它的 就是说 Omega是什么 就正中平等跟什么 跟它的质量有关系 知道这样跟什么 同位素不同 它不一样的 它渐算是不变的 但是这和这两是什么 μ是会变的 所以这样呢 如果两个不同同位素 它得到两个正中的Omega 这两个正中的Omega 它们之间比例 就是这两个Omega比 比的其他K啊 这个PiC啊 就是常数 差别就是什么 差别两个质量 那么就是两个不同的同位素之间的 这个正中的平等比 就是差两个质量比 那么质量比我们就叫什么 K更好就叫炉 因为炉表示 它们质量的比的什么 开放 好 那么在 前正中的模型 那个我们不用解线设断 对线设断 用前正中的模型来看 那么我们就得到同位素 引起到位移 就会变成什么 在dataμ就得到 1-2 就两个不同的 那么它两个不同的减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Omega 1-1-0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Omega 2-0 按照这个设施 Omega 2-0 就等于什么 Omega 2-0 Omega 1-0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两个Ki呢 我们也认为Ki 2 就等于什么 Ki 1-0 去成三个0 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 那么这个 Omega 2-0 这个公式是什么 我们可以推出来的 这个公式呢 是自己什么 假设不及 因为这个数 本来这个数 跟那个结构 参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不清楚的 这不过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矫正的系数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就是它 两个同位数的位移 就是XOmega 2-0 好 那么这个成为 同位数位移 那么在非线性 模型上的 同位数取现的 不仅影响了频率 而且也会影响 它的一个 就是 斜性常数 非线性常数改变 那么对非线性常数 来做的话 我们用这个设计 Data 1-0等于什么 就等于它了 它了 就是说 还包括于非线常数 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的 就是用非线性 那个频率的公式 就我们刚刚讲的 有这个公式 用这个公式 我们把什么 把Omega什么 Omega 2 用什么 用罗Omega 1去带 带了以后 把Omega 2去减成Omega 1 那马上达到这个结果了 马上达到这个结果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设计来做 就是说 非线性的 非线性的 那么这里呢 这个V呢 我们一般 V这里去什么 去1 就是 我们第一条 主要的基谱线 就是 这个震动什么 从震动中 0到1 0到1的有签 这个都是 0到1的有签 因为 对于这个来说 无所谓的 不管哪条线 都是这样的Data Mu 对于这个来说 你一定是什么 不同的什么 不同线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的公式是什么 就是说 它0到1的 也就是 哪个差呢 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0到1的 0到1的话 那么这是 这是1了 我们就 1是什么呢 对啊 这是0到V了 0到V 我们把它一点进去 就0到1 一点进去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Omega 2 减Ki Omega 那么 然后呢 这是1了 这减去个什么 减去个Ki Omega 1的平方是1 这是2 那么减是什么 减1 1是Omega 什么 Omega 对啊 这是Omega2的 然后这是Omega1的 然后这是Omega1的 那么你这个2代表什么 这个Omega2 等于什么 等于Omega1 Omega2 这减去的减去的 减去的是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了 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两个顶线 就等于什么 Omega2 减两个Ki2 Omega2 减什么 光复者 Omega1 减两个Ki1 Omega1 就等于这个结果 就等于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前面呢 用这个再进去 用什么呢 就Omega1 Omega1 减两个Ki1 Omeg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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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结什么 结Omega1 再加什么 加两个Ki1 Omega1 那么 这两个结 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等于这个 等于Omega1 一减螺 那么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是 这个正的 这个是一减螺平方 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结 两个什么 Ki1 Omega1 减螺平方 螺平方 一减螺平方等于什么 等于一减螺 乘上什么 一下螺 那么一减螺 接出来 那么就等到什么 一减螺 然后后面是什么 后面就是 我们一个 一拿到外面 那么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 一减是什么 两个 一加螺 我们开 一减螺 关乎一减 两个螺 加一 开一 我们的一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 一减螺 一减 两个 螺 加一 开一 关乎 大 大 我们一个 在后面 这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 它 这一协正字模型里面的 第一条譜线 跟什么 跟这个就是说 那个 同位书 两个同位书之间的插着 就这样 这个是无所谓的 哪条譜线都这样的 因为我们讲 这协正字嘛 协正字所有的譜线都等距离了 这些是 譜线不等距离 不等距离怎么办呢 它是 一定要说第二条譜线 就V等约的时候 V等约的时候 结果 好 有了这个 一个 同一时候 唯一 我们可以来求什么 将来可以求什么 那上次 K字类的 还有一个 应用字吗 杰力能 那么杰力能呢 当然要用非协正的模型 如果协正的模型 没法做杰力能 因为协正字嘛 协正字是 这个曲线是怎么曲线 对吧 你看 两分之夜 KX平方 是不是这个曲线 这样曲线你怎么解离 没有办法 所以一定要非协正的模型 非协正的模型来说 它是怎么 将来是这样的曲线 那么这样的曲线 可以解离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振动这样 振动 零点能开始 上面 到上面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到这个解离的时候 这两个能量怎么 连续 连续 那么能量连续的就是什么 就是相邻能量能进能量 它等于什么 等于零了 那么我们就等于 假设就是说 V加1 到V的时候解离了 那么V加1跟V之间的 差别就是这个数字了 这是我们上面就有了 这数字 那这个数字就等于零 那把这个数字 这个等于零的带进去 我们来解 解这个等于零 解释了就是什么 VD 这个VD就等于什么 等于两开分之一 减一 那么我们刚才算过来 开大概零点几 零点一 零点一几 那么两开分之一 大概多少 二三三四四 三十几四几 一般情况下 好多二十几 所以这个时候 一呢 就是什么 我们可以获取了 当然你一般的保留了 也可以我们获取了 或者它以后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VD就等于两开分之一 你看这 好 这样呢 我们来求它的热力学解力能 就迪零 迪零又等于VD 就减什么 减一个零点减 减一个零点减 那么我们都用什么 这些模型的能量 带进去 就到了这样的结果 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就用 刚才的能量设置 带来了 毕竟在带 算算很简单了 就得到两开分之一 减两分之一 那么这个两分之一 就相当于零点能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把它获取 但是一般情况 你也可以保留着 保留着 就这个 就四开分之一的 Hμω 这就是什么 它的热力学力 从它零能界到什么 到那个 到这个 就从零能界到什么 因为我用这个办法 去算出什么 这条线是什么 D 这条线V就是VD 知道VD以后 我们就知道 是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什么 就是热力学的解零能 这就是 可以来求解零能 所以一般 振动观物理来说 可以求什么 求它的立场数 然后再求它解零能 当然也可以 做它同位素位移 同位素位移也可以求同位质量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就让我们 刚才两次方怎么 两次方这样曲线 这个曲线肯定不行 三次方就曲线了 坐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 你应该来的三次方曲线 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实际上还没有到解零的时候 它已经弯下来了 你个解零还差一点点 它就弯了 因为三次方嘛 三次方有两个节点嘛 这里有节点 这里也有节点了 是吧 好 那么后来有人就把它提出来 就摩斯人就提出来 叫摩斯斯人曲线 它就什么 它是要根据试验的 就是说 你到这里不要解零了吗 到这里 这里解零就这样的距离 到解零距离 把它定义为什么 第一 第一 就是这样的解零能 解零能 就是我们就要 我们把它称为 光复解零能 然后呢 它后面是什么 一减一的 负βR减R0 这块五平方 那么你可以想象的 它这点的是什么 当这点的时候 就R等于R0了 就是在什么 R等于什么 就平位置 就R等于R0 R等于R0 等于E的什么 E的负责零次方 E的负责零次方 夹 E的负责零次方 这E的零次方夹 就是E 所以这样呢 等于一减一 当R等于R0的时候 在这点的时候 上面是一减一 一减一等于什么 等于零 那么就是什么 总能量就等于零了 所以这点缺线 在什么 在R等于R能的时候 它是等于零的 零的 好 在R等于五平方大 就是圆 五平方圆 就是这个五平方 五平方大的时候 等于什么 等于1的什么 负五平方大 1的负五平方大是什么 就零 那么就一减零 一减零就是第一 所以它这条缺线 保证什么 这点就是零 到这条五平方大的时候 就是它的结底能 就是它的结底能 所以这样呢 它就说 它到这个缺线 模式缺线 就是说 我们不管它过程怎么样 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数字 是肯定对的 肯定对的 不像这个 这两个 我们阶段数字 是不能这么对 不能保证的 它是肯定就会保证的 好 那么 它就把这个模式缺线 带到我们刚才的一个 什么 一个上一字分子的 什么 那个 这个零的方程去 本来我们零的方程 里面不是有个 有R吗 对吧 对于我们用什么 用它做过 用三次方做过 现在我们用它带进去 就用模式缺线 带进去做 就做出来以后 它的本正能量 跟什么 跟三次方比较接近的 是吧 就是说 它有什么 V加两分之 如果解析政治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V加两分之 而它呢 有什么 V加两分之 还有V加两分之平方 但问题是 它这里 两个常数 AB AB什么呢 这里用AB 实际上AB 它解的过程中 AB 这样一堆 就是什么 就是跟什么 跟这个微能里面的 第一有关 跟微能里面的 β有关 这样 那么这次当然 这两个就是 它 你来固定的常数 π也是 光 这个C也是 那么这就是A 这就是B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据 跟我们实验的数据 跟我们原来 解三次方解释的数据来比 A就是什么 A就是Omega 是吧 原来我们这里 是Omega 好 B就是什么 B就是KiOmega KiOmega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可以从什么 从实验数据来求什么 求AB 是吧 因为我们实验是什么 实验它知道的是什么 μ等于什么 等于A V B V平方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实验数据 那么我们实验可以求什么 就是AB 有些AB 我们马上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Omega跟什么 跟Ki 因为Omega等于什么 Omega等于什么 A加B Ki呢 等于什么 等于A加B分之什么 B 所以有了AB 我们马上可以 就是KiOmega 看看 有了KiOmega 我们马上就是AB 那么有了AB 那么有了AB以后呢 那么我这里长度当然知道了 有了AB 关键是有了AB 我可以求什么 就模式微能的D 跟β 所以我们一般做的时候 有了光复实验数据以后 我又用模式微能曲线 但是我可以 不知道模式微能曲线 D跟β 但是我可以通过光复 具体光复的数据 来求它的第一个Meta 也就是说 可以通过光复实验数据 来求你的四能曲线里面的 两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什么 当中的 这个常数就是光复解离能 这个常数就是Peta 它有一个衰竭指数 所以这个模式微能曲线 是用的比较广泛的 用的比较广泛的 好 那么这是应用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双业自封词 但是我们说 震动光复 大家想到 震动光复在震动过程中间 肯定会引起吧 转弄一些 肯定会引起 为什么呢 因为比方在一个 我画了细点 那么 然后每个震动里面 它又不能转动呢 那么你说 我这个震动 又先到这里 第一 我可以保证在身份下 它主要在什么 震动零点 但实际上在身份下 不能保证 它一定在转动零点 这是一 所以它可以在 V等于零 节可以什么 可以等各种节 好 然后你越前到V等于一 也好 越前到V等于二 也好 那么它这个节呢 倒是更可以什么 有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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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节 所以这样呢 在 如果你我光谱的分辨率很高的情况下 它震动越前 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一个普代结构 我们上下了 就像这样子 这样 就是说 它的预线过程中间 除了叫主线以外 它还有什么两个 这两个代表什么 代表 转动的 这个主线代表什么 主线也代表 这里V等于零 上面V等于一 但是什么 等于节都等于零的 节都等于零的 所以代表主线 好 而边上两条线在什么 代表什么 结等于 Data结等于什么 那么这样呢 它在结它就等于零了 Data就等于零 那也可能包括就是说 我讲 也可能包括什么 这里是结等于一 到上面也结等于一 这里结等于二 上面结等于一 就是说 代表这个预线过程中 Data结等于零的线 那么它主要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它两个什么 震动什么 震动能力差的能量 而这里的安民代表什么 代表还有包含转动的 那么这个代表 结等于什么 副业 这代表Data结等于正业 这个代表Data结等于零 那么当然 也可能 也可能 看他又先写 写写写写 一般 正中光复里面 Data结就是什么 就等于 正负业的 这代表就是 代表正中光复 就正中光复 那么正中光复 我们就要用正转方程 来来来来 那么这个方程 对上一支们知道 这个方程就是正转方程的 又是震动的 又是转动的 这个能量 正面 那么它的光处也包括两部分 又包括转动的 又包括振动的 但是这讲解 解这过程中间呢 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分成两部分 这部分是什么 来计算转动能量的 这部分是来计算什么 振动能量的 那么它 转动能量 转动我们用刚性转值的 那么振动呢 掉下去 我们就做什么 就做了刚性转值的能量 能量 那么这是 这是等于这个 总能量减去这个 频度能量的话 就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转动能量跟什么 跟振动能量 包含了这两部分 那么这两部分呢 就转动能量 我们当然有这个 已经可以表示了 这个表示了 只是说我们在 算振动的时候 我们把转动部分能量放进去 把这部分作为 作为它的能量 带进去 那么这个呢 作为四等 这两个像作为四 来算振动 来算振动 那么 这到了总能量 用波数表示的话 就在这两个 一个是振动的 它跟什么 跟V有关的 转动的跟什么 跟结有关的 跟结有关的 好 那么如果我们振动的 我们是用什么 还是用非写性增值 来表示 那么振动量 就是什么 V加1Om 减什么 这是非写性的 然后呢 转动的 一般在这种情况 我们就用刚性的了 不用非刚性的 因为什么 因为在这样的 振动光谱里面 去看 转动 你能分辨出来 已经不错了 你再去分辨 它是刚性的 非刚性的 那个误差太小了 所以这样情况下 我们转动部分 就用刚性的 这就是振动光谱的 统一的公式 那么 那么关键是看 选人定刺 那选人定刺 data v 它一般可以 0 1 2 3 因为非写性的 然后 这个 这刚性转值的话 它data前 就征用什么 就征用征服务 征服务 那么 如何来检测 就是这样的 振动谱带 就带着 转动结构的 征用谱带呢 我们说 一般一向分子 是没有的 你做一体的光谱 是做不出来了 为什么到底呢 因为一体的转动 是受到什么 受到相邻分子 是阻碍的 你看一体里面 相互作用意的 它就 这分子不能自由转动 不能自由转动 它的光谱就是什么 就不像我们原来 讲的很清晰的 而七相分子可以的 像最转动 所以 比方你去做一个 绿化氢分子 震动光谱 那么你就 如果你分辨量很高的话 你就可以做出来 像我们刚才这样的 就在一个震动谱带里面 里面有很多什么 很多转动的有限 那么 有些西格玛泰分子 就双原子分子里面 有些西格玛泰的分子 那么 它的 非基性的 就没有正众光谱的 那么肯定的 那基性分子的 它的正能选的什么 ΔV等于零 正负义正负义 就是非基性的 那么ΔG等于正负义 那么 这样的光谱 把它 因为ΔG等于正负义 那么可以有P子 P子是什么 ΔG等于负义的 ΔG等于正负义的 结果呢 可以把这两个设置 总结起来 变成一个什么 统一的设置 同一是 这部分代表什么 代表震动什么 震动引起的 不像说我0到1 0到2 就不同的 所以它是跟震动有关系的 后面部分就有转动引起的 那转动引起的 它是用什么 P子的话 用M等于负义的带进去 R子的话 用M等于正负义的带进去 就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样呢 它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统一的公算 统一的公算 就是说 这个P等于正的话 负的话就P子 M等于正负的话就P子 M等于正的话就R子 就像我们刚才画的R子 那么中间呢 就是Q子的 中间Q子 好 因为但是它Δ就不能有0 但是如果对π电子太 双一几分子 对π电子太双一几分子的话 那么或者Δ电子太双一几分子的话 因为它的机材的轨道是禁兵的 它是不禁兵的 禁兵的 那么这样呢 它的Δ结局是什么 就可以出现什么 这不懂 可以出现0正负义正负2 也就可以可能有什么 负2负义012都有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O子P子Q子R子S都有了 都有了 对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中间是什么 Q子 就是Δ结等于0的 Δ结等于0的 那么要注意的时候 Δ结等于0 如果我下面的转动 这个震动 低能界的转动常数 跟震动高能界的转动常数 如果不一样的话 也就是说两个π不一样 π0 跟π 如果两个π不一样的话 其实Δ结等于0的 中间可能不是一条谱线 也可能出现什么 其他的不能出现 不能出现 不能出现 要注意的是这样 这就是说 我们转动光谱的选择定证 正中央光谱的选择定证 那么对上一时分之后 这里总结了一个表 对它这个 通过正中光谱 可以了解什么 它的解力能 剑长 力常数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它的震动的频率 震动的GP频率 还有什么 还有转动常数 还有转动的非 刚性转值的这个数 低 这是比老 这个是相当低 这是一个非学性的 震动的非学性常数 都可以 都可以 总结人家总结说 上一时分子的 很多的具体数据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 就是说 关于多元式分子 正中光谱 分子有多 它 评论之一都是三个 扣掉是总是肯定的 是吧 三个之一 那转动的 如果我们是 现实的就扣掉两个 非现实的就扣掉什么 扣掉三个 扣掉六个 那余下来的 很多多字 都是正中的 所以正中光谱 对多元式正中光谱 就会显得相当复杂 好 那么我们说 本来是这个 去掉评论 转动 它是包含这个 分子的评论转动 那么我去掉 正中坐标 跟去掉转动 把这两个 去掉以后 留下来就是Q了 那Q呢 我们一般都是 都用 因为是相对维持的 坐标 都用内坐标来表示 Q啊 跟内坐标表示 反正 好 但是 这样的内坐标的正中 你应该来说 它没有能量的本正值 实际上我们说 这个正中的正中 是相关的 比方说水分子 一个OH正中 这将也会影响到 另外一个OH正中的 正中的 所以一个OH正中 它你应该来说 没有它的正中能量 没有确定的正中频率的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要把它转换 一个正的坐标 就把这个内坐标 一些内坐标 在渐长渐久 转换这个正中的坐标 那么什么叫正中的坐标呢 那么我下面来给个定义 什么叫 这个就是内坐标 我刚才讲的 比方说水分子 我们就用渐长 两个渐长改变 一个渐久改变来表示 那么 这个坐标代表什么 就是正的坐标代表什么 代表一种具有 确定能量的 本质的 确定能量本质的 正中模式 那么正中模式 也就是不然什么 正中的本质函数 正中的本质函数 好 也是就是满足什么 满足成为分子所说 对成群不可以表示计的 那个函数 所以说Q 它一定是满足 分子对成群里面 不可以表示计的 那么这样的 它有本质证 有本质还是有本质证 就像到我们将来 我们过去再讲 分子轨道的实验证 分子轨道 它肯定有能量本质证的 对吧 肯定满足什么 分子对成群 对成群里面 不可以表示计的 作为某个计算量 那么这个也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这样的 好 我们举个水分子的例子 水分子我们说 它有渐差 这个RE ΔR ΔΔΑ 那么就计算这样的 水分子比如说我们做 Δ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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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ai 这三个程度正好 对吧 正好这三个程度 那么 但是呢 水分子振动的时候 不可能单的一个 渐振动 因为单的渐振动 不满之什么 分子对事情 所以也不可能成为 不可调致 那么怎么办呢 我可以来组一下想 把Qよ組了什么 两个Qよ两个相加 规划想 那么就是说 我这个振动什么 两个要么去称长 要么去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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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肯定满足分子对称性 因为这个分子有一个对称面 对称面的时候 你一气称长 一气素小 这个对称面上面 肯定满足了 两次旋转 它也满足了 如果你这称长一个 那个不称长的话 肯定基本又不满足 面对称 又不满足 旋转对称 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取一个 两个相像 那么取两个相像 简单也是可以的 那么取两个相像 就是一个生长 一个素短 你说一个增长 一个素短 就是说我不满足对称性 它说满足对称性 里面正好插个符号 你这里生长出去的时候 到这里什么 是素短 正好插一个符号 插一个符号 一个什么 一个data 增加 一个data 所以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data 那么这个三个 是满足什么 满足对称性 那么多的 q怎么转换 小q怎么转换 大q 到底跟这个对称性 怎么来分类的话 我们下次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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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